大家好我叫Halloween 今集想和大家討論一下關於SP朱進的自帶指揮戰法 維斯必決 沒辦法吃到嚴續鋒飛的謀略真傷問題 我重重覆覆翻查了很多這一方面的戰報 發現敵人就算中了嚴續鋒飛的謀略真傷 維斯必決的叛途效果都是沒辦法吃到這一段的真傷 這個情況不單止是繁體中文版 六伏的版本都是如此 例如這一場的詛咒功VS仙人盾的戰報 第一回合SP朱進發動嚴續鋒飛使余吉中了震懾 並且觸發了謀略真傷 令到余吉受到的謀略傷害提高了18.63% 第二回合由於SP朱進使用了以刺激戀的冰雪 這個時候余吉處於震懾狀態 所以可以觸發12%的真傷 造成的傷害量為768 按照戰報顯示的資料以刺激戀可以為維斯必決真傷 我們再看下去 第三回合延續鋒飛造成的震懾和18.63%的謀略真傷效果已經消失了 余吉身上是沒有任何控制狀態 所以以刺激戀的冰雪就沒有被觸罰 7668-6885就等於83 弱魔是10.8傷害的增加 為何以刺激戀的12%真傷會減了1.2%呢 原來就是科技盾兵營升到第10級的時候帶出的1.25%減傷 12%減1.25445入之後就是10.8 而延續鋒飛的18.63謀略真傷完全沒有吃到 我們再看一場戰報 咀咒攻VS騰甲太衛屯 第二回合延續鋒飛打中了司馬爾 令司馬爾中了震懾 同時觸發了18.63%的謀略真傷 同一回合司馬爾被維斯必決扣了1272兵 第三回合司馬爾身上的18.63%謀略真傷的負面狀態就消失了 但是維斯必決依舊都是扣1271兵 第四回合司馬爾身上的控制狀態全部都消失了 以至激戀的兵書沒有觸發 維斯必決只是扣了1134兵 1272-1134等於138 亦都是跟剛剛計算到的10.8%相符 我們再看一場戰報 維斯必決的確是吃不到18.27的謀略真傷 謀略真傷 就想試冰印真傷會不會吃得到 SP珠盡的武力和智力只是差4點 所以行武力輸出都是完全沒問題 就發動次序來看 如果敵人是用騰甲兵的話 SP珠盡就算是加全速 維斯必決都是被死死的克制 因為兵種的發動是優先於指揮戰法 長射陣為賽季限定對SP珠盡的影響始終不是長久 所以如果大家玩SP珠盡都是行智力路線最佳 這場詛咒弓VS冤特騎 第一回合SP元巢發動制刀著敵 使下喉冤受到的冰印傷害提高了15% 第二回合由於我的SP珠盡使用了囂見神行 獲得了必中狀態 所以令下喉冤的抵禦效果無效 維斯必決扣了下喉冤800冰 第三回合下喉冤受到的15%冰印傷害提高消失了 但是維斯必決依舊都是扣800冰 所以同樣都是吃不到冰印傷害的提升 根據以上種種的戰報 我可以確定維斯必決對於它發動之後產生的真傷 一律都是無事 例如沉沙缺水落雷掩棋色骨等等 而以自擊聯在維斯必決發動前就已經生效 所以維斯必決的傷害判斷才會觸發到12%傷害的真傷字眼 由此可見科技 九弓八卦陣 列轉加成 冰書加成 被動戰法 裝備特技 震法戰法 冰種戰法 指揮戰法 都可以影響到維斯必決的輸出效能 其中指揮戰法帶來的減傷效果 如果SP珠準的速度夠快的話都可以去避開 所以玩嘴咒弓 SP珠準的速度都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現在就算發現維斯必決是吃不到炎軸風飛帶出來的真傷效果 我依然都是建議大家繼續使用炎軸風飛 因為震懾是三戰中最強的控制狀態 可以帶出震懾狀態的謀傷害目前只有炎軸風飛 SP珠準的另一招戰法可以使用焚之刑類 想令震懾穩一點的話可以使用傑力助謀加炎軸風飛 傑力助謀可以令到嘴咒打多一點點傷害 或者是太平導發加炎軸風飛的組合都OK 就是到叛途狀態可不可以打出奇謀傷害 但這一點是完全不考慮共存模式的組法 SP元少的配法相對靈活很多 可以使用制刀著敵、臥身嘗膽、橫掃千鈞、威謀微狂、樂鳳、 中兵劫略或者是挫折怒閘都可以 總之可以造成控制的兵刃傷害基本上都可以用 如果以震懾率來看的話 制刀著敵中兵劫略會比較好 橫掃千鈞是蓋中蓋的震懾機率 而且還要有條件的震懾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用前兩招的震懾戰法 嘴獸可以用百門金鎖陣和無蕩飛軍 或者是百馬二重加英城自首、刮骨療毒和助手孤城 嘴咒弓的精髓在於前四到五回合的削兵 高魯燃營射源、威斯必缺桃源 群攻的輸出能力就會大幅下降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少用補血戰法 打野怪就除外的 用百門金鎖陣在打內戰和突擊隊可以提高勝率 當百門金鎖陣選中了下喉淵 可以減低其爆發其輸出的能力 但遇上下喉淵 可避的話盡量都要避一避 因為橡行奇襲會計窮主張兩回合 對於SP元兆的打擊是很大的 詛咒弓 vs詛咒弓 主要都是看誰的速度夠快 和百門金鎖陣有沒有選中SP元兆和SP朱進 好似這場內戰 左邊的SP朱進等級比右邊差4級 但維斯必缺的輸出卻要比右邊多 SP元兆的高老年營就左邊比右邊輸出多5041 但這點完全不關等級和紅道事 最大原因就是百門金鎖陣的影響 左邊南方百門金鎖陣選中了SP朱進 使其謀略傷害降低55.97% 減了一半有多傷害 右邊紅方百門金鎖陣選中了SP元兆 使其兵刃傷害降低51.3% 右邊紅方維斯必缺造成的傷害是590 左邊南方維斯必缺造成的傷害是1011 590如果加回減了的55.97% 約摸就是百門金鎖陣扣除了那部份傷害量 就算第四回合百門金鎖陣減傷效果消失了 維斯必缺造成的半途效果依舊都是被扣除的傷害量 左邊南方的高魯連營被百門金鎖陣扣了一半有多傷害 只是造成了200多傷害 相比右邊紅方的高魯連營 他可以打500多以上傷害 這個差距大約就是百門金鎖陣扣除了的傷害量 所以百門金鎖陣對於SP元兆和SP朱進的影響相當大 遇到指揮類減傷的戰法SP朱進都可以靠提升自身的速度去避開 但是被動兵書陣法帶出來的減傷效果就真是無可避免 例如手勢防備封齒陣形一陣長蛇陣等等 但是打封齒陣SP朱進的維斯必缺可以享受到主障提升的30%增傷 咀壽我自己固定是用百門金鎖陣的 另一招戰法可以用無蕩飛軍或者刮骨療毒 咀壽是這隊當中智力最高的無象 比SP朱進多38.13 無蕩飛軍雖然是根據敵人智力計算輸出量 但起碼可以避開所有指揮類戰法的減傷 類似維斯必缺有穩定的輸出 用刮骨療毒可以提升整隊的續航能力 亦可以清除負面狀態 咀壽弓最怕控制為虛弱和偽暴 但SP袁紹和SP朱進中了威謀微狂的虛弱2-3回合 簡直就是不用玩 所以有用刮骨療毒的咀壽弓作戰能力會更強 但考慮到共存模式 咀壽弓對於刮骨療毒的需求並不是太大 所以這一類配搭是比較少見 如果想走加強續航能力的路線 替代刮骨療毒的戰法有應承自首和助手孤城 速度是咀壽弓非常重要的一環 陸服目前已將SP袁紹的高魯連營轉為指揮戰法 令SP袁紹可以吃到特技屬性的提升 提高發射第三次的機率 例如馬匹可以由以前的尺套轉為用絕影 蠻力和施風的加8點武力亦都可以享受到 同時推出的SP袁紹專屬武器 C趙刀號令特技 可以使高魯連營變到好像SP周餘的光天場炎 在回合開始時就立即生效 令到SP袁紹不需要再拼命去追太史詞和宣上香的速度 同時先發射戰匙 在對戰比較少血的敵人可以做到先手擊殺 策劃春這把C趙刀 是叫想玩好SP袁紹的主攻 記得留好1000公分去買 雖然新版的SP袁紹 令大家不需要去捲速度 但我覺得SP袁紹攜帶了那麼多控制戰法 多多少少都要加些速度去先手控制 目前舊版本的SP袁紹我自己會推到280速左右 但要加多少速都是要看對面的敵人速度是多少才再做調整 起碼要快過太史詞 內政的時候還要比對面的SP袁紹快 可以用多些裝備進行調速 這樣就可以避免浪費20金珠 如果對手是好極端加到350速以上 你都不必同的糾纏 加得太多速度都不是一件好事 在眾多攜帶減傷戰法武將中 曹操的速度是最快 同時聯繫姦雄都是一招減傷戰法 會影響SP朱進的輸出能力 陸服新出的SP朱進 速度比我們的舊版本快31.76 這個差距是十分之大 差不多就是新兵種解繁衛帶來的增幅 就好像SP袁紹一樣 以後的SP朱進都不需要花太多屬性去捲速度 我們舊版本的SP朱進加無蕩飛軍22速 用屬性點再補多30速 再配搭裝備加速度就可以追上曹操 如果對戰用騎兵的曹操要加到200速左右才可以快 如果你不想那麼辛苦以追曹操為目標 可以退一步 取而不取難 鎖定老叔 老叔滿級速度為114.98 比騎兵的曹操少26速左右 相對來說是輕鬆很多 走切現在有個女神級和美女級給你去追 看你是想向高難度挑戰 還是取而就可以了 追到女神級以後什麼級別的女生你都可以應付自願 追到曹操以後 唯師必決遇到什麼指揮類減傷戰法你都可以無視 其實還有個終極女神級 就是趙雲 不過會被趙雲用虎輯軍民暫屁其風的人 其實不多 所以可以不用理會 嘴唇加點全智力就ok 冰書方面 如果你的SP元兆是用制刀著敵 洛鳳 臥身嘗膽這些輸出戰法 可以用紅色冰書 聖兒一強 或者是蠻勇飛勇 聖戰 執睿 我覺得蠻勇飛勇相對比較穩定 可以提升SP元兆的抗謀力傷害能力 聖兒一強 在內戰或者遇上有聖氣零敵 效益就不太理想 用制刀著敵加威謀明抗的話 可以轉用紫色冰書 以紫擊亂 匠威 符術 在SP元兆多段式輸出的情況下 匠威被觸發的機率會比較高 符術就是加強防怨能力 或者你想用紅色冰書都ok SP主進紅色冰書可以用聖兒一強 文韜執睿 344致力的SP主進 可以令到文韜增傷謀力傷害5.05% 加上執睿共8.05% 雖然比以致擊亂少3.95% 但勝在夠穩定 而咀咒弓那麼強能力的控制陣容 要觸發以致擊亂並不是很難 所以紫色冰書也有它的市場價值 當你想用紫色冰書 戰法選用艷族風飛加無蕩飛軍 可以用以致擊亂 障威 復術 戰法如果選用艷族風飛墳之刑類 可以轉鬼謀 障威 視乎你是用什麼戰法才配搭什麼冰書 咀咀咀用紅色冰書 奇政雙心 文兔 執睿 算是咀咀的標準配搭 追究功主力都是打前4-5回合的削兵 滿兵姿態出擊 不被虛弱的情況下 敵人的兵量又足夠 每場都可以拿2000戰功左右 我自己是放棄補血能力 換取最大效能的輸出 SP朱進打完就收工 今集我對詛咒功的陣容分析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其他見解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shar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電視頻 jest笑話